全球卡通人气王吉地猫已经41岁了 在世界各地拥有一票粉丝 那在吉地猫的老家日本啊 就有酒店打造了以吉地猫为主题的房间 这个房间已经推出呢 不仅吸引了吉地猫迷 连全球媒体都为之疯狂 推开粉红蝴蝶结房门 开启令粉丝着迷的吉地猫世界 粉色的墙壁 床 沙发 地毯 这间被称为是吉地猫公主房 有着让所有女生兴奋的粉红色梦幻感 房间放满了吉地猫喜欢的物件 装修风格带有小女生的可爱和雅致 而另外一个房间的色调明亮大胆 主题是吉地猫城 营造出吉地猫与家人朋友 一起在东京度假的氛围 壁纸吉地毯 大量采用了游乐场和百货店等 充满现代感的图案 两个房间也在细节上花心思 例如这瓶吉地猫领结瓶子的水和洗漱用品等 在房间里的每一个小发现对于粉丝来说都会是惊喜 东京京王酒店和吉地猫东家三粒欧公司合作 为房间进行设计 在去年11月1号开放给全球游客 每一个设计各四个房间 每个房间一碗要价23,800日元 也就是270多星元 开放至今入住率达到8成左右 其中日本客人和海外客人各占一半 京王酒店营业战略部副部长齐腾润子说 为了增加回头客 酒店会不断开发新的产品 或者是更动小的细节 例如定期开发新的吉地猫饮品或蛋糕 调整房间里的小摆设等 面对全球主题房间层出不穷 吉地猫的影响力依旧不可撼动 全世界已经有超过40家媒体来这里进行采访 包括法国 加拿大等西方媒体 也都飘洋过海一探吉地猫可爱文化 吉地猫除了在日本东京的黄金地段 占有自己的房间 现在在香港还有自己的餐馆 那全球第一家吉地猫中餐厅在香港落户了 吸引了大批人潮排队光顾 这一家店外排着人龙的中餐馆 店内装潢虽然洋溢着中华风 但吉地猫的装饰版社却随处可见 从地址 餐具 灯饰 甚至是墙上张挂的 吉地猫四大美女图 都让吉地猫迷为之疯狂 这名前保健杂志出版商万光 为了推广健康饮食 猛企结合中菜和吉地猫的概念 并获得日本吉地猫公司的授权同意 万光经过一年半的筹备 开始了全球第一家吉地猫中餐馆 这家吉地猫中餐馆 以粤菜和点心为主 公司规定所有菜肴点心 都必须遵守严格的规定 比如说这楼迈向精致细腻的 吉地猫流沙包 为了保持五官比例完整步骤样 师傅制作点心时丝毫不得马虎 这一搓硬捏的细致功夫 和准备普通点心相比 要花上多一倍的时间 然而这块来了时刻的赞叹 为了保持新鲜感 厨师还会不时更新菜单 把吉地猫家族成员也加入菜色当中 老板强调这里的食物都少油少盐 但有专栏作家建议 用中药入膳可以更加养生 说真的对吉地猫迷而言 养不养生还是其次 最重要的是吃着吉地猫造型的食物 以及和吉地猫玩偶合照 享受不一样的用餐体验 天真又无辜的吉地猫所掀起的风潮 看来能力者不衰 吉地猫靠着个人的魅力 几乎包揽了所有行业 有酒店 有餐馆 也有飞机航班 是个十足跨界王 魅力带来财富 而实力创造财富 在希腊面对低迷的经济 很多企业都关门倒闭了 不过仍旧有商家并不气美 将旧工厂改装成了 很有现代风格的办公大楼 让刚起步不久的企业 共同享用空间和设施 帮助大家一起赚钱 走进位于雅典市中心的这个空间 里头的装潢设计 舒适的秋千吊椅 各种绿化景观 让人以为是家高级酒店 但其实这里是办公大楼 这座建筑几经转手 前身是一家工厂 经现任业主大幅改装后 摇身一变 成了充满时代感的办公地点 不止如此 大楼内酒堂 餐馆和艺术画廊 应有尽有 业者西奥多同多名商业伙伴 2008年卖下这种商业大楼 然后出租给通讯公司和广告公司 不料当时全球爆发金融危机 进入大楼的广告公司业绩 削减预算高达75% 不少公司甚至倒闭 危机是转机 西奥多过后将商业大楼开放给更多小规模或起步公司租用 让更多企业受惠 这家广告公司缩小了公司的规模 搬进了这栋商业大楼 一来节省成本 二是这大楼设计独特 完全符合广告业很重视的美感 虽然埃利奥和员工只有两张大的办公桌 公共设施像是咖啡厅 会议室等 完全满足了商务需求 同时平均分摊电费 网费 电话费 为公司省下了不少钱 这座商业大楼也吸引了外国企业在雅点设立据点 目前超过20家公司入住大楼 这些公司的领域包括全球定位系统 德式电照业 科技软件等 因此不止在设施上共享 还能寻求不同行业所具备的技术或商业咨询 第一个项目是因为我们可以与其他公司与其合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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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业 经济危机以来 希腊的许多工业和企业在过去五年来逐渐消失 自2010年以来 流失了上百万个就业机会 占了全国劳动力的五分之一 希腊的失业率居高不下超过25% 压点到处是空荡荡的店面和废弃的工厂 这家商业大楼不是以资源共享概念运作 更在多方面推动创新和提供咨询 让寻求转型的企业在经济低迷之际仍能支撑下去 这座大楼的毅力给希腊社会打了一支强心针